高舉朱英大字報 提示印度學生寫出中文名字 2019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 泰國印度訪問團 最近前往印度國立伊斯蘭大學 華語教育中心交流 團員們和印度學生席地而坐 當起小老師教華語 分享台灣文化 同時學習英地語交流美食 拉近雙方距離 像是華語文教學這種 像是我們今天進學教的 就是一種非常非常好的方式 因為就是 在兩邊的文化之中 找到一點共同點 我們很享受 還有一種很好的想法 語言和文化 團員們也帶來精心準備的現代舞 展現台灣女性柔美麥妙的一面 深深打動印度學生 博得滿堂彩 團員也感受到印度學生的 含蓄靦腆 和台灣學生不大一樣 在印度的年輕人 他們看到表演 他們覺得很興奮 可是他們就是默默的拿手機拍 然後他們會在下來之後 就跟你說 我真的很欣賞你剛剛的舞蹈表演 我很喜歡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們剛剛怎麼沒有很大聲的鼓掌拍手 他們就對我 勉腆的笑一笑這樣 國際青年大使訪問團 也在晚間舉辦台灣之夜 為強調台印文化交流 開場有台灣學生 與當地舞團合作 帶來傳統印度舞蹈 經驗成場 接著台灣團員 透過精彩豐富的舞蹈短劇 呈現台灣傳統慶典 醫療 電子科技 與觀光等不同面貌 讓印度友人 進一步了解台灣 獲得與會者熱烈的掌聲 我們這次密集訓練 排練了一個月 苦苦排練一個月 然後就是把宣介啊 因為正常那個 宣介組他們是沒有舞蹈基礎的 然後把他們也拉進我們的生活形態 然後去訓練他們 所以進行嚴密的一個月的訓練 然後排出這樣 三十分鐘的舞蹈 我喜歡台灣政府 和印度政府的關係 我們在一起的文化 我們在一起的文化 舞蹈和其他活動 所以我覺得很棒 駐印度代表田中光表示 台灣國際青年大使 連續多年到印度 代表台灣很珍惜台印關係 希望透過雙邊青年交流 增進彼此友誼 讓印度看到台灣文化的軟實力 台灣文化 台灣動作 台灣動作 清理台灣